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做这个视频也是因为我最近读的这本书 是Brian Tracy写的 布莱恩崔西 应该是中文 然后书名叫做Million Dollar Habits 就是叫有钱人和你做的 不一样 好像书名是翻译成这个 听起来好像很俗啊 说有钱人 其实可能大家都想 这个有钱人或者说成功人士 他这么成功 对吧 他赚了这么多钱 肯定是因为他特别聪明 其实这个聪明是怎么说呢 被高估了 其实成功人士只是他有更好的一些习惯而已 然后是不断的每天的积累 对吧 在你玩 在你享受的时候 在你看电视的时候 人家在干什么 是在不断的积累 积累财富也好 积累知识也好 所以就想跟大家聊聊 这个是成功人士 他到底有哪些习惯 是跟咱们做的并不一样的 或者说你想变得聪明的话 你应该去怎么做呢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肯定不是最聪明的 我觉得谁最聪明肯定也不会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对吧 这个聪明可能体现在不同的方面 或者衡量标准也不一样 但我现在说的这个聪明是说 你能比昨天的自己更聪明 超越自己 跟自己比 不要跟别人比 或者说聪明可能换一个词汇 说更好应该是更有智慧这样 更有智慧 其实说到这智慧就是说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智商是多少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有这样的组织去测你的智商 比如说我现在也是这个门萨会员的 的会员 这门萨是什么 大家可以查一下 应该是MENSA 它是世界上的一个叫什么高智商的俱乐部 我当然也是闲着没事想想 看看自己的智商有多少 就是考了这么一个考试 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能用钱来买到的一个会员 就是说你有再多的钱你也进不去 你必须要通过它这个智商的考试 对吧 中国应该是在广州好像有个考试 可以自己查一下 我是在德国考的 在柏林考的 当时也是险上 但最低要求是130 然后我是131也算是通过了 所以也就是这么一个小插曲 好 现在就不多废话了 然后咱们就进入成功人士的第一个习惯 我也是看了这个书受着启发了 所以想把这个书中的精华总结给大家 第一个 说到看书了 也是第一个习惯就是 成功人士或者是有钱人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平时 其实他们就是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看书 不断的去增长知识 往脑子里装知识 所以第一个想跟大家就说的就是 读书 说的没错呀 这个知识肯定是无限的 对吧 精神世界的东西 或者说是脑子中的知识 可以装无数的这个知识 书中自有黄金如乌 书中自有颜如玉 总是听大家这么说 以前的我也是 读书很少很少 自己身边几乎都没有几本书 一天连夜书都读不了 连书都没怎么摸过 这是几年前的我 但是现在我真是深刻体会了这句话 书中自有黄金无言如语 觉得自己也都找到了 这个黄金啊 就是让自己长知识 让我通过读书了以后 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从每天朝九晚五 上班族打工 然后好像每天都在挣这个 辛苦钱 然后就是每天盼着周末 然后到周末就去花钱 买自己不需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可能去想 显慕自己也好 去想让别人就是 怎么说呢 更崇拜自己也好 去让自己 跟自己并不相干的一些人 可能自己去炫耀啊 怎么样怎么样 真是一直就过这种 朝九晚五的生活 觉得也挺没劲的 我觉得生活也有一些变化 但是自从读了书以后 也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 我也是过上了我现在 梦想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也许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不适合你 但这是我自己想要的 就是自由自在的 到处旅游 然后做自己的小事业 小创业 然后把这些精华 或者说我读书一些东西 分享给大家 做一些视频 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我也能通过这些事情赚钱 对吧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 我现在生活方式就是赚被动收入 来支持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自己想要的 我自己很开心啊 比我之前的我自己 天天坐在办公室里 哪都不能去的 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也是 进步了很多 自己生活也是提高了很多 自己人生也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现在也能去天天健身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更健康更快乐 基本上这就是书 对于我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让我的思想就有一个转变了 对吧 所以第一个就说的读书 现在我也觉得 中国人最缺乏的应该就是读书了 现在东西让自己信息大爆炸 然后每天 怎么说呢 就是干扰自己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各种各样的app 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各种各样的这个朋友圈啊 分享啊 各种杂七杂八的一些信息 或者说一些无聊的东西 搞笑的东西 充斥着这个网络是吧 真正能拿起一本书 或者说你看有声读物 听有声读物也可以 看一些 一会儿我接下来也要介绍几种 不一定就是纸质的书嘛 对吧 现在这个科技也更新换代了 但是真正的去读一些东西 去静下心来 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真是太少了 或者说你可以看一些就是视频类啊 有声读过电子书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我现在大概 我现在觉得读书已经 不只是我的一个爱好了 应该是我一种赚钱的方式 一种让自己能 怎么说呢 更好的创业 然后赚更多的钱的一种 一种也是说精神食粮也好 是必备的东西 不光是只是为了爱好了 所以我现在差不多每天都能读一本书 每天都读完一本书 然后我也肯定是希望把书中的精华提炼出来 告诉大家嘛 对吧 所以以后呢 因为很多人在问我 就是有什么书单可以介绍 我以后肯定也会再做一期介绍 我读的比较精华的书的书单 分享给大家 现在我刚才说的一天读一本书吧 现在也基本几乎都是读英文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中文的书 也都是翻译过来的 我比较愿意读 原版的 因为还是可以读英语的嘛 然后我刚才说我一天读一本书 这个秘密何在呢 其实我也是在用一个APP 它有免费的版本 但是我是花了钱了 但是你也可以用免费的 它是每天有一本书 可以介绍给你 每天是可以读一本免费的书 是这样 它这个APP 因为就是不光用这APP 当然我也读完整的书嘛 但是我喜欢这个APP的原因 这个APP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把书中的精华提炼出来 告诉你可能书有这么厚 但是它会提炼出八页的精华 很多你也知道这个书中所写的东西可能是为了充斥这个文字也好 页数也好 很多是一些渲染的东西 你把这些东西扣除以后 最精华的东西就提炼出来告诉你 所以这是我喜欢这个APP的原因 所以我也建 当然这个APP是英语的 先提前告诉你 如果你英语好的话 可以读的话 我是非常建议的 最后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告诉你这个APP去哪去找 有一个链接 好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APP最适合就是我这种没有耐心的人 看很多东西 其实这个精华可以用一句话说出来 然后他可能写很多东西 但是我读了用了这个APP之后 每天就能给我一本书的精华都能告诉我 当然有很多的书你是不能被提炼出来的 比如说我最近在读的Tools of T-Tense 也是我的叫什么人生导师也好 启蒙导师也好 Tim Ferriss他写的 我现在像圣经一样的每天去读一点点 我会把这个整个书读完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很细很多 相当于很多的这个知识也好 技巧也好 技能也好 在你人生的各个方面 在健康幸福和财富这些方面 所以这个我是需要整个读完的 好吧 这是刚才说到这个读书 如果你英语好建议还是读英文原版的 或者你想练你提高你的英语的话 因为中国很多书都是翻译给我来的 我知道我刚才说过了 又这个连轴转了 很多人问我说我这说话太啰嗦 这改真的真的改不了 因为说到了激动的东西 说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就会想不断的重复 重要的事情是说三遍嘛 所以我也是把这个说的话连轴转 希望你能听进去 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 我是健身女胜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上我的博客 就是chinafit.com 我有最新最好的文章 生活太多的文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